深夜十一点多救护车赶到 透天明宅前好几名男女受伤 现场已经有远警到场 其中一名妇人情绪还很激动 一级要打断对方讲话 连人被警方支持 要厘清到底发生什么事 因为现场一共五名男女全都受伤 手脚擦伤破皮 郭太太说是隔壁邻居动手推的 而事件发生在高雄大辽 15号晚上28岁的郭姓男子 找来朋友在家门口提前过中秋烤肉 晚间十一点多清洗烤肉用具时 隔壁34岁的彭信邻居 疑似嫌太炒上前理论 结果爆发拉扯 没想到双方父母也加入战局 最后五人全受伤 他们离论的彭信一家三口也都送医 不过双方当事人说 并不是单纯的烤肉纠纷 停车的问题而已 我的车上多一道痕迹 我们下次停车 不要离得那么紧 就这样而已 对方的儿子就重合法人了 没有我特地烤肉都 他就挑钢车 抢来抢去 这只塞来塞去 原来在烤肉之前 双方就因为停车问题 引发不愉快 只是没想到在开心烤完肉之后 两邻居会因为口角变成全武行 现在更是各说各话 说警方要进入调查 这过节好心情已全被打坏 TVBS新闻张立林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这就叫做安装电话 可以提供给出 Shallan 不咳 明镜了 in